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座机 外置水瓣的安装 首先我们打开盖子 然后起除这上面的冰桶跟挂板 然后我们的外置水瓣 是放在这两个位置 起出来还有一个螺旋桨 还有配有一个10号的套筒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先放松拿下来 这四颗螺丝 好 这四颗螺丝呢 先把螺旋桨的这上面的这个螺丝眼镜放出来 好 再把螺旋桨从这里 好 先放下去 然后再穿上来 对着这边 穿上这螺旋桨 再把这螺丝碾上 这个短的螺丝 拧好这螺丝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对准 我们这有个切口平的 这个螺丝要对准这个平 切口好 再放下去放到底 再把这颗螺丝上紧 这个螺丝再用套筒 试走了 一定要在 对准这个平口 好 然后我们再放下 放下这个电机 这样 撕个孔 这个线呢 要跟这个一样 对出来 然后我们插上电 这插头插上 再把螺丝上紧就好了 一定要上紧它 对一下 然后 就拧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有卡到东西 下面那螺旋桨 正常是不会卡到 锁紧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加上冷冻液 就可以急急开始硬紧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新款的1286绵绵冰机 整机的话 配套有两根压边条 然后六个冰桶含盖子 加一桶冷冻液 首先呢 我们先插上机器的电源线 然后把压边条跟冰桶这些取出来 然后倒入冷冻液 冻液的话呢 我们这里是有个刻度的 我们只需要把冷冻液加到这个线 就可以了 加完冷冻液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盖子给它放回去 放回去后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冰桶里面 放自己需要冻的原料 然后盖上冰桶的盖子 这个盖子一定要盖紧 然后放回去 然后再拿出我们刚刚的一个压边条 对准位置把两边安装好 然后关上盖子 然后放启动机器就可以了 到我们上下了 我卡住了 感谢观看